今天咱们来聊聊这款红米的13寸笔记本 笔记本是全金属机身 全面屏的设计 屏幕方面采用了京东方的面板 屏幕的可视角度和射准的表现不错 但是sRGB色域65% 处于比较低的水平 最大亮度的差异测得12% 屏幕的均匀性整体不太好 整体来说 这块屏幕应对日常的使用问题不大 用于图像处理就差一些 笔记本1.24公斤一种 传统的充电器的设计 机身的厚度控制着一般 这个厚度加上双热管 单风扇的散热配置 应对轻薄本的需求 散热方面应该分离不大 i7-10510U的CPU是四核八线程的低压处理器 TDP15W 配合MX250的独立显卡是比较常见的轻薄本的配处 CPU-Z单线程的测试分数是446.8 多线程分数是2345.3 国际象棋相对性能倍数是28.77 每秒千步13809 Cinebench R20的成绩是1618 显卡方面 FiveStreak得分是3379分 PineSpy是1263分 跑分的成绩也还算不错 娱乐大师的总分是190344分 那在考验硬盘的AS SSD Benchmark中 读是478.42Mbps 写是350.86Mbps 总分是1032Mbps 进行考验测试 双考半小时之后 CPU的温度为71度 显卡被限制的功耗维持在65度 开机显示 板载的8GB内存 后期没有办法扩容 硬盘是三星的PM871B SATA的速率 这个后期可以更换 5200mAh的电池基本上够用 量身器也中规工具 游戏设置中 英雄联盟画质选项极高 队线器基本在100-111帧 团战也有8-90帧 比赛非常流畅 CSGO 高画质下基本全程维持在60帧左右 守望先锋在中画质的条件下 也和CS差不多都维持在60帧左右 决地求生 画质调到最低 势距开到最高 在大厅等待和飞机上的帧数 大概都在40帧左右 游戏当中帧数基本在30帧左右徘徊 那能玩 总结来说 这款红米的新品 金属机身 闪面屏和13寸的轻薄便携的设计 在这个价位就能跑吃鸡 虽然画质较差 和风扇的声音比较大 但是也可以满足绝大多数 希望兼顾性能和便携的取准 属于高性价比的便携 也是联想小新的有利对手之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